我们已经学过了声号 现在又来了一个陌生的面孔 这个有点像字母B的记号 我们把它叫做降号 在声号的时候 我们是在右手边寻找最近的音 而降号呢 我们就在左手边去寻找那个最近的音 让我们一起看看动画吧 顾名思义降号就是往左边降一个音 比如说C 往他的左边走一下 上了黑键就要成降C了 这次降的音都在左手 那我们就来先练习一下左手黑键的弹奏 这里的降C和拉 同刚才钟声响的里面的要求一样 大家在弹黑键的时候不要害怕 要同弹白键一样的稳键 刚才我们练习的就是第七八小节的左手部分 现在我们加上右手了 但不一定要马上让右手弹那么多的音 让我们来看看让他们怎么配合吧 这次降C了 这次降C了 C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